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这次命案中的被害人就是如此 经甲本引荐 秦大律师受邀的某贸易公司 进行业务上的法律咨询 但这家公司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咋看都像是黑社会组织 老秦与女主如履波冰 心中暗暗打鼓 三天前副社长死在了办公室 没见被子弹打穿 手枪掉落在地板上 警方在副社长手上咽出羞烟 不排除自杀的可能 在公司负责接电话的卷毛 为首要嫌疑人 因为命案发生时 事务所里只有被害人副社长 与卷毛两人 卷毛证明 副社长是突然来事务所的 进房间后就没出来 甲本推断是他杀 因为自杀的话 一般都在太阳穴 没见那个位置太违和了 卷毛说 当时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 听到枪声后跑进副社长室 发现副社长被杀后 他吓傻了 联盟跑到楼下等大伙过来 当被问到 是否看到有什么可疑人出来时 卷毛欲言又止 神情很不自然 这时他被黄毛叫走了 随后卷毛的女儿小美来了 见到甲本后当即表白 你长得真萌 是我的菜 弄得甲本很尴尬 为感谢甲本帮公司 商级安保系统 社长送了他一瓶 传说中年产量 只有20瓶的日本名酒 月后之换 三天后 黄毛忙完工作后 与卷毛道别 随后下楼与同事犬山聊天 没过多久 突然听到楼上传来枪声 几个人冲上楼 却拼命敲门 却无人应答 不得也之后再次叫来甲本 帮忙撬开了门锁 几个人进去后傻了眼 卷毛满口是血的倒在沙发上 右手持枪已经死了 警方断定 他是因副社长的案子 被视为疑犯 畏罪自杀的 但连续两人又手枪自杀 怎么都觉得很可疑 但案发时那里是密室 这时卷毛的女儿小美 来到律师事务所 拜托密室专家秦老师帮忙调查 秦老师打了个太极 将烫手山月交给了女主 黑老大社长也想搞清真相 让副手板口配合女主 与甲本接受调查 事务所里窗子上的防护楼 是加粗定制的 且案发时窗户上的锁都锁着 门上的铁板也是加厚的 门上足足有六道锁 没有其他出口 即案发时这里是绝对的密室 卷毛在距离嘴有些远的地方开窍 一般自杀都是直接伸进嘴里 而且没必要非得选在 一个人留在公司的时候自杀 怎么想都很可疑 当天最后还留在事务所的人有 班口 黄毛 犬山 以及卷毛 卷毛死时 地上的手枪与副社长死亡现场的手枪 是同一型号 只要扣动班机就能自动卸出安全装置 卷毛死时 在尸体旁发现了一个圆片状的硬纸板 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呢 甲本调出监控录像 上边显示 当天班口和犬山率先离开房间 但从走廊到电梯图中的录像出现了看不到的死角 甲本安装监控时明明是没有死角量 原来卷毛的案发头一天移动了监视器的位置 他为什么要改变监控的角度呢 莫非是被谁命令的吗 紧接着黄毛也离开了 房间的钥匙一把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另一把由卷毛保管 即是说将房门上锁的只能是卷毛本人 那么若有凶手的话 他是用什么方法杀人的呢 杀人冻结又是什么呢 莫非和副社长的死有关 秦老师想到 之前他问卷毛在副社长死时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事 他似乎想说什么 女主找到小美 从她那里得知 小美经常与父亲卷毛一起玩水枪游戏 那天两人嬉闹时黄毛来了 黄毛问卷毛副社长死后看到了什么 追问下卷毛说 自己也看到黄毛哥开着车走了 黄毛要卷毛别将此事对其他人说 于犬身的调查过程中得知 黄毛之前明明已经戒烟了 但卷毛出事那天两人聊天时 他非管犬身要烟头 身上还有酒气 这时黄毛主动找上门来 威胁女主等人 别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否则要他们好看 这时秦老师突然出现 霸气的回应他 你认为暴力是使人顺从的唯一武器 但别忘了 我们律师也有法律这种武器 将他赶走了 但黄毛刚走 他的腿就软了下来 甲本再次找到小美 从他那里得知 每天父亲都会在晚上十点左右给他打电话 还经常陪他一起玩水枪 黄毛也知道此事 于是甲本揉脱的手指 再次陷入了沉思 将收集到的所有线索汇集到一起后 经典台词出现了 密室已破 一群人再次来到事务所 甲本说 卷毛确实是自己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但不是自杀 因为当时他误把真枪当成假枪 对准自己嘴巴扣动了扳机 见大家不知所云 甲本开始详细说明案发经过 当天 凶手由枪瞄准卷毛 并开了枪 但里边射出的却是酒 而且是明酒越后之换 为了让卷毛感受到与真枪相似的重量与触感 凶手特地让他拿到水枪 尝到了甜痛 而后凶手在离开事务所前 与卷毛打了招呼 告诉他 水枪里的明酒可以全部喝完 而后离开了事务所 送走凶手后 卷毛锁上了房门 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十点 联盟给女儿打了电话 凶手知道 卷毛每晚十点都给女儿打电话 且通话时间不长这个习惯 当日凶手为了制造不再想证明 在听到枪声前有意拖延时间 和卷山抽烟流天 与此同时 卷毛打完电话后 抽屉中取出手枪 为喝酒扣动了扳机 凶手用真枪替换了 给卷毛展示的水枪 并在真枪的枪口 放入了这个开口的黑色圆片状硬纸板 让卷毛误以为是水枪 于是卷毛毫无戒心的 对着自己的嘴扣下扳机 射出了子弹 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黄毛 秦老师拿出了黄毛 之前马入的土地登记博复印件 他用空壳公司经营的地下赌场 挣了不少钱 此事被副社长知道后 要黄毛自我了断 否则就将此事告诉社长 于是黄毛开枪杀了副社长 车子从事务所离开时 被卷毛目击到 便想了这个办法杀人灭口 见黄毛依然嘴要 甲板指出了他隐藏证据的地方 在走廊处的一个空房间的信报箱内 黄毛之前要卷毛调整出监控的死角 将替换的水枪藏在了那里 但之后由于甲板装了新的监视器 黄毛看到后 他没敢将证据收回 见丑事败露 黄毛恼羞成怒的举起了手枪 这时社长出来了 又黄毛像汉子一样承担起一切 卷毛是黄毛捡回来的可爱小弟 他却下如此狠手 黄毛缓缓放下了枪 案子告破 终于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小爱开心的伸出手 又甲板陪他一起玩耍 持一片刻 甲板握住了小可爱的手 下期将是最后一个 也是最为棘手的密室案 剧情超精彩 大家千万别错过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 铁粉专区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